你们有没有在夏天总是油光满面 每天用好几次洗油纸还会出油 导致毛孔越来越大的烦恼呢 这为以上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 在家就可以完成的夏天清爽离毛孔后方法 그럼 지금 같이 시작해 볼까요 第一步去除毛孔废物 用血妆油清洁 干熟干脸 把血妆油涂抹在脸上 精清按摩一分钟 然后喷上喷雾 再次按摩融化30秒 这个过程可以融化 因为夏天敷米果多 而堵塞毛孔的皮质和黑头 第二步 补水和降低皮肤表面热 乳灰胶冷敷 将乳灰胶活泼的凸在整脏脸上 用酒精消毒过的冰敷仪 冰敷面膠和冰润等工具来冷敷10分钟 夏天皮肤温度上高 皮肤敏感的同时 寒液皮质也敷米果多 导致手油品的失调 毛孔变大 颜部油腻 乳灰胶会降低皮肤温度 有助于增顶眉白 使毛孔变少并起到去处多余皮质 维生物及汇散的作用 另外 乳灰胶可以比水更快地 渗透到皮肤表皮层 提供及时的水分 建议使用没有测击成分的油脊乳灰胶 第三步 保湿和降低皮肤里面热 棉膜质 软膜 颈椎后面放冷毛巾 在乳灰胶上盖一层棉膜质 判上保湿碰雾固定 然后付有助于冷却震筋的软膜 同时用冰冷的毛巾附在颈椎后面 等待20分钟 软膜的主要成分是从海灶类中提取的 藻胶成分 不仅可以吸服脸上的肺物和角质 还可以阻断空气节触和血粉蒸发 长时间保持血润 上入阴阳 同时 容附颈椎有助于迅速 降低脸部皮肤里面的热感 第四步 紧致缩小毛孔 滤茶棉膜 将冰凉的光泉水和滤茶粉 1比1混合 然后进食化妆棉 再脸上敷15分钟 滤茶的一切实际成分 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预防脂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和光老化 氮酸成分能控油 缩小毛孔和提高毛孔弹力 本身主席 B1B2等成分 有美白部水 舒坏镇顶的效果 最后 泡沫解面 涂抹保湿霜 减测座 做到后腹步骤每周两次 你也可以变得像我这样 不用再担心 夏天皮肤被晒的油会油红 油腻粗糙 下期视频我会更新 详细的操作步骤 安呀